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倫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火鍋吃稻寶 我自己精選了四家我非常喜歡的 原羊鍋吃稻寶 因為我就是一個火鍋控 每到冬天就是要吃火鍋 那今天這四家我都蠻有自信的 相信呢 搞不好也有你們喜歡的其中一家 好 那我們就趕快去吃吧 好的 我們現在在郊心願 那這一家是我自己私心還蠻喜歡的一家 然後我們這是選平日中午買的 價格是598 然後晚餐的話呢是698 然後差異呢就是差在 牛小排跟上選牛是沒辦法點的 我們現在趕快來吃看看 來吃剛剛下的牛肚花 可以可以可以 然後我很喜歡他們這樣的牛舌 我覺得是必點然後必吃 因為會有牛舌那種Q度跟脆度 很喜歡 我現在來吃他們的這個丸子 很大一顆 它會爆汁耶 超好吃 這個很可以 這好像是什麼手打牛肉丸 快再加點一份 好的 最後要來吃個冰淇淋 吃哈根Dust 好好吃喔 不知道為什麼已經養成一個習慣了 就是吃這種吃到飽 一定要吃這種哈根Dust的冰 好吃好吃 加分加分 好啦 我們吃飽啦 真的超飽 我剛吃下來一個人是六五八 我覺得中午來吃CP值還蠻高的 就是東西都有吃到 而且有那個哈根Dust就是加分 然後湯頭我個人也蠻喜歡的 然後湯底也好吃 最喜歡的就是牛舌 它火鍋料表現也都很OK 蛋餃 然後手打牛肉丸也都很好吃 推薦這幾項 蛤 好好吃喔怎麼辦 而且我覺得這邊是 不敢吃辣也能吃的麻辣鍋 對 好吃 好 大家好 我們現在人在這一鍋 沒錯 又來這一鍋 因為我上次有吃過嘛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所以就很想收錄它在這個 麻辣鍋吃到飽品比中 因為上一次沒有點到最高價位 所以我們這次直接 直接點最高價位好不好 然後我覺得它還蠻特別的 就是有多一個生魚片可以選擇 不知道是好不好吃 然後最高價位呢 我們中午來吃的 所以是728 然後加一層付費 近800 真的算是 算是小貴了啦 我覺得 那就希望它會很好吃囉 現在已經上桌了 等一下就來吃看看到底好不好吃 就是點這個麻辣鍋 是要另外加價的 然後加50元 然後就會有這個 這些鍋底 對 然後還有豆腐跟牙心 所以如果想吃這些的話 就要加加麻辣鍋 現在要來吃這個生魚片的部分 畢竟火鍋店有生魚片 我個人覺得還蠻特別的 就是比較少見一點 切得蠻小的 但是有厚度的 欸是好吃的耶 我們的飲料也上來了 非常之大杯 麥蓋烏龍 其實有這種手搖還不錯 因為我很愛喝手搖 可是每次都只能選那種有氣泡的 但這邊就是有茶可以選 然後吃最高價位是無限 可是第二高價位 就是會變成只能有一杯 但我覺得它茶的品質還不錯 在外面可以是賣那種 四五十價位那種 好的現在來吃個裡面最貴的 澳洲和牛的雪花 雖然我個人就是對於吃到飽的和牛 就是不抱任何期待 我覺得算還行耶 就是以吃到飽算還行耶 因為不會太硬 因為很多都會很硬 而且這一鍋的香氣 那個麻辣香氣還OK 好的我現在吃麻辣鍋的精華 就是油條 上可 有到超脆 但是基本脆度有 鴨血的部分 很滑嫩 而且我之前吃這一鍋 不是吃到飽的時候 就很喜歡它的鴨血跟豆腐 好的我們吃完這一鍋了 我個人覺得還蠻喜歡的 就它食材都還蠻好吃的 尤其是那個和牛霜醬 真的很推 算是好吃的和牛 我覺得品項有一點點少 因為它就是一個自助吧 如果是愛吃火鍋料的人 可能會有點小失望 然後有手搖 我覺得蠻加分的 但是有一點點小貴 好吃但有價位 看大家怎麼選擇 哈囉大家好 我現在來吃的這一家叫做石撈 也是我的隱藏就是心中的名單之一 因為我覺得這家店的知名度沒有 之前面那幾家來得高 但我覺得這家還不錯 我來吃就覺得它CP值還蠻高的 中午是500多 然後晚上是600多 那我們現在來下這個 麻辣鍋店 就是要吃肉啊 而且今天有自然光 你們今天看到的食材就會特別美 蠻夠味的 來吃吃看這個豆腐它的鍋底 湯底本身帶有一點重要材 但它的豆腐是偏扎實的豆腐 如果喜歡滑嫩系列的 可能就會覺得還好 很好吃耶 鴨血超好吃 超嫩 剛剛發現這邊一樣有牛舌 立馬來吃 這樣牛舌比較厚一點點 比較有嚼勁一點點 有些人會喜歡比較厚切的口感 有些人喜歡剝的 那我是比較喜歡厚切的口感 所以我覺得這一家的牛舌我比較喜歡 吃飽啦 這一家老實說我覺得還蠻推薦的 東西都還蠻好吃的 然後鍋底我也覺得蠻好喝的 算是評價蠻高的 然後價格也不會太貴 就是晚餐來吃的話可能也是700左右 就算還OK啦 以台北的價格來算的話 然後冰淇淋是 芭根達成加分 總之這家我覺得平均分數很高 然後座位也蠻多的 很適合聚餐 就是一個隱藏的寶店 好的我現在人在新店 這家應該是大家最最最熟悉的一家了 因為真的很難訂 連我們平日中午都訂不到 然後現在是1點半的時間 才有位置 然後人滿為患 真的是坐滿的狀態 可想而知它的魅力跟它的厲害 基本上大家如果通常 不想去吃麻辣系列的話 第一個想到的應該就是新店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吃新店囉 好啦現在要來開吃啦 大家應該最想吃的就是 肉的部分 好吃耶 它的麻辣鍋是優秀的耶 是很入味然後也不會太辣 但是吃下去有香氣會出來的那一種 來吃吃看它的白湯 它剛剛白的湯裡面有超多蒜頭 它是那種你就是完全不用沾醬料 你會覺得好吃的 然後不會過血的 好的我現在來吃一個我覺得很好奇的 這邊的 算是一個比較有特色的東西 就是手作蛋餃 手作蛋餃的部分 來大家看一下 真的蛋是用煎的那種感覺 好吃好吃 很可以耶 我來吃個老油條 手作油條 這家很強調手作耶 好脆的 發酵耶 非常非常重口味 是重鹹的那種感覺 如果是不喜歡那麼鹹的人 可能會沒那麼喜歡 好的我要來吃一個他們這邊比較特別的東西 其實就是XO醬 想說搭配起來給大家吃吃吃看 沾一下這個XO醬 很香耶 很台式 很像熱炒店的感覺 但好吃耶 它XO醬還蠻香的耶 然後不是那種很辣的XO醬 然後海鮮味還蠻明顯的 好的吃完啦 這次總共吃了四間喔 真的還蠻多的 四間都是台北有名的火鍋吃到飽 那我自己呢個人還蠻喜歡 就是石撈的 有點隱藏版 而且不用排隊 哈哈哈 真的不用排隊 真的很開心 很好預約 那我覺得它比相較起來也不差 東西也蠻好吃的 火鍋料的選擇也非常多 那如果想要再推薦一個的話 我想推薦的話 是這一鍋的吃到飽 因為我覺得它從低價位到高價位 通通都有 任君挑選 就你今天想吃比較便宜一點啊 或是想吃貴一點都可以 然後它也是唯一一間有和牛的 那其他三間呢 我覺得大同小異 就是看個人口味 那我覺得最重口味的就是新點 最符合我的口味就是石撈 那交心願呢 就是比較麻香麻香那種感覺 所以還是看個人口味啦 好以上呢就是這四間吃到飽的評比啦 不知道大家最喜歡哪一間 也歡迎大家留言推薦我喜歡的麻辣鍋吃到飽喔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謝謝大家掰掰 謝謝各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